又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我們繼續恐龍的題材, 上次接完一隻狼龍, 沒有另一隻恐龍跟他打架, 我們今次接一個暴龍, 我記得暴龍以前接過一次, 上次那隻是很簡單的, 這隻就會複雜一點, 很少,大家見到那些腳和尾巴的位置, 都是精緻很多,精細很多, 我們今日就會接這個,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暴龍用甚麼顏色的指接呢? 通常印象中都是啡色之類的, 首先兩個對角線, 對準一些線位和角落透位, 有時文具店買了手機紙, 他裁的四方形不是很正方, 所以可能要自己戒一戒會好些, 好了,做完這個, 然後我們還要拿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首先將其中一邊的三角形, 角對準中間, 接一下, 好了, 然後我們就將其中一邊的斜邊, 接到對角線那裏, 即是半個指標的形狀, 又是這次的位置拿好一點了, 好了, 就這樣, 怎樣很奇怪呢? 我們反轉這張紙, 我們反轉了這張紙之後, 就會見到剛剛這個直線和斜線, 我們就將這個下面這個位置接上來, 但是就要拿到那個位置剛剛那個斜線碰到那個橫線, 但是那個中間線就一直對正, 我們慢慢移到一個位置, 為何說這個很特殊的位置就是這個原因, 有數學上的根據, 就會拿到剛剛斜線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而已, 然後就會碰到橫線的位置, 兩個交匯點, 很奇怪的一個位置, 有甚麼那麼奇怪呢? 這個時候我們將頂部的三角線碰到底部的中線, 接一下, 然後就將 旁邊這個位置, 這條線碰到這裡, 下面就剛剛對正的角落頭了, 這邊又是一樣,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很完整的梯形, 這個時候我們將這個大三角形接上去, 然後我們就這條線接到中間線, 那現在就可以開始接了, 好了,然後我們就打開上面那塊, 接到剛才那條斜線, 這邊就接到中間, 這邊又是一樣, 那中間有個這樣的位置, 四方形的位置, 那當然我們就要接紫殼的形狀, 那兩邊斜線就接到中間線, 這邊又是一樣, 好, 那拿到這個位置之後就接到中間, 跟平時的那個一樣,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接法, 好,接完之後就將它打開, 好,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我們看到這兩邊都有一個直線, 我們就跟著那個直線接過來, 刮緊它, 因為這個直線是表面有的, 底是沒有的, 於是我們就要跟著那個接線, 接緊它, 然後底面也有那個線, 好, 然後我們要用這個線來做點東西, 打開其中一邊, 打開其中一邊, 就底的直線就接進去, 然後面頭這個位置, 我們就跟著紫殼形狀的斜線, 就接尖它, 然後就把它按平, 好了, 這樣, 那這裡有個這樣的位置, 我們就要跟著紫殼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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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又是一樣, 打開它, 就跟著直線, 然後跟著面的斜線接到中間, 好了, 然後這個位置又要塞進去, 這次我們這樣做, 其實這樣的時候我們見到, 有一頁紫退了少許出來, 其實有個辦法可以做, 就是將它拉出來, 然後跟著線捲進去, 它就不會凸出來那麼密凸, 兩邊也可以這樣做, 但不做也沒有影響, 因為其實原本摺紫書沒有教這件事, 但你看到不是順眼你可以做, 因為這個不影響它原本的結構, 兩邊也是拉出來, 跟著斜線捲進去, 它就不會再凸出來, 我們多兩個臂, 跟著天然的位置摺進去, 形成這樣的形狀, 這兩個就是暴龍的腳, 跟著我們做個頭, 頭怎麼做呢, 將這兩邊線摺進去中間, 摺緊一點, 然後打開它, 摺進去中間的位置, 將斜線, 好,這樣的形狀, 然後將兩個摺進去, 有個四方形在中間, 跟著我們將它打開, 裡面見到有塊三角形的紫, 我們自己摺進去, 我們將它拿出來, 拿出來, 然後跟著所有摺痕, 然後又會做一個紫刻基本形的形狀, 之前那四方形就在表面, 好了, 好了, 暴龍的頭部開始了,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將這個表面頭這張揭起, 摺了一條中間線, 好, 然後兩邊這個就摺到中間兩邊這條線, 跟著一條斜線就摺進去, 然後打開其中一邊, 打開其中一邊,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將這個底的白色三圍, 摺到中間摺尖, 兩邊, 好了, 這個形狀, 然後打開它, 跟著斜線已經有了, 接上來, 好似以前做鱷魚時做過類似的事, 我們就摺回去, 跟著這個位置, 我們將它摺到後面, 打開這個位置, 摺到後面, 這個時候就揭起這個中間位, 摺回去, 我們就會有一個平的東西在這裏, 看著來摺應該摺到, 我們打開這裏做第二邊, 一模一樣的東西, 又是摺尖腳的位置, 然後打開它, 就將它摺進去中間, 上面的三個形, 按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將它反向後面, 好了, 然後將這個, 打開, 摺上去, 好, 這個時候將這個東西打開, 就變成一個長形, 這樣, 這個是它的頭, 我們接它兩隻手, 就是這兩個位置, 就是它的手, 那怎樣做呢, 打開這裏, 就將這個位置摺上來, 留意, 這個角落頭, 觸碰這個位置, 這個角落頭, 就將它, 按下去, 這邊就摺上去, 兩邊都是, 好了, 有個這樣的形狀, 我們後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凸了出來, 就將它摺上去, 跟著面那層, 好, 面這裏做完了, 那我們就反轉它, 反轉它就有少少鴛鴦兩邊不同, 大家留心, 首先第一個步驟, 這個位置摺過來, 照它中間, 有少少鴛鴦兩邊, 好, 我們將它打開, 然後, 在前面, 揭開這個位置, 伸手進去, 就將這個剛才摺摺的位置, 就 摺進去, 這個我們叫升瓶, 摺進去, 因為如果你的摺線是漂亮的話, 你摺造這個摺進去的技巧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 還有做得很完美的, 這樣, 然後, 上面就摺進去, 跟著這個位置去到盡, 上面的位置很自然會拿到, 因為中間有手的摺位左一左來, 這樣, 然後這邊又是一樣, 這邊就摺了這個位先, 摺了上面的位先, 然後先到下面, 下面這個就不用摺進去, 下面這個就這樣摺進去, 因為這個, 一會兒這邊, 這邊就是一個摺位的鎖, 摺進去的時候, 就把它塞進去, 剛才摺進去的袋子那裡, 它就會鎖住一隻恐龍, 我們現在就做這個步驟, 首先, 將上面這個位先摺下來, 然後就將這個對摺, 上面的位會這樣反起, 正常的, 然後就留意我手指的動作, 將它這個位置, 頸這個位置就接尖它按住, 然後上面就將它調整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好, 這樣, 斜斜的, 然後上面這一塊我們就將它reverse flow這樣摺過來, 兩邊都是一樣的, 所謂reverse flow就是, 好了, 摺好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上面的頭的位置就摺下來少少, 大家自己憑經驗, 或者多摺幾次, 就知道它的頭大概是甚麼形狀, 這樣, 然後將這個下面這條摺上來, 沿著咀的平環線, 摺上來, 摺上來, 然後就將它放進入裡面, 這個就是那個鎖, 鎖住它咀的位置, 不會再在中間開回來, 那大家摺好一點, 那它就, 是的, 頭部就這樣, 然後頸這個位置, 我們就見到是有兩層的, 我們將面那層就摺到後面, 摺到後面, 一樣鎖住頸的位置, 後面這裡做多一次, 將它頸的位置, 那條線摺右去, 摺到後面, 一樣會鎖住頸的位置,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做那個櫃, 將這個中間這個肚腹部的葉, 其中一個就摺進去, 我們一開始做的那個袋那裡, 就會鎖住恐龍, 不會再打開, 這個位置問一些, 所以要小心點做, 好了, 好漂亮, 摺好, 好了, 手部我們要有些加工的, 這個就難一些, 那就看著, 在下面看就打開這個位置, 然後兩邊就摺到中間, 兩邊摺到中間, 摺右它, 然後就會將它, 竅上來, 竅上來之餘, 我們就將它對摺, 就真的摺右了這隻手, 好了, 這樣, 然後我們就將手最尖端的部分, 好像摺紙殼的嘴一樣, 就摺下來一點點, 這邊又是一樣, 這邊又是一樣, 我們首先會打開手部的中間, 然後兩邊自己摺入去, 摺右了它, 這個動作我們叫做雙重兔仔二, 有個專業名詞, 雙重兔仔二, 摺右了兩邊之後, 就會撩起了, 撩起了之餘就將它對摺, 兩邊這隻手都會一樣, 然後就好像鶴咀尖端的位置, 就摺下來一點點, 太細微了這個動作, 好, 上半身就完成了, 跟著我們到雙腳, 對雙腳一樣有些細微的部分, 大家看看, 首先就將雙腳這樣摺上來, 然後就選一個角度摺下去, 這樣, 我們為了兩邊要一樣, 所以我們通常雙腳兩邊是同時做的, 這邊左腳完成一個步驟, 右腳就跟著角度的位置, 一樣這樣做, 做完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在下面抬出紙, 抬出紙,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形狀, 抬下底的紙就跟著摺線做了一個形狀, 然後將下面的紙 抬上來抬上來, 但其實我們要打開腳這個位置, 就將下面那層摺上去, 摺進去, 這樣, 後面一樣做多次給大家看, 下面的那層紙抬出來之後, 就跟著摺線做出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就將這一層摺上來之餘, 然後就摺進去這個位置的中間, 然後我們就要用一系列的迴迴流, 在做腳之前我們先摺右了尾巴, 我們這個尾巴兩邊都是這樣摺進去中間, 當然最好就是碰到這個角落頭, 摺右的程度去到哪個位, 差不多就是腳這個位, 腳這個位, 大腿跟尾巴交接點的位置, 摺了之後就會摺進去中間, 那我們就做了, 這個要拿起來做比較容易一點, 留意我的手勢, 另一邊一樣, 這個就有之前的對照, 這個尾巴摺右的位置大概就是這樣, 摺右了尾巴然後再摺腳, 好了,做完了我們開始屈腳, 首先第一個步驟拿著腳這個位, 然後就把它屈下去壓在尾巴邊緣的線上, 然後是細微動作來的, 已經做了兩下的迴迴流, 這樣看的話就這樣, 這樣為了兩邊要差不多角度, 我兩邊一起做, 這樣就印回我腳的角度, 好,然後 腳, 然後這個我們拿起這個位打開, 這樣就摺進去, 這個腳差不多收了進去的, 收了進去的, 開始因為要做很多reverse flow屈來屈去, 可能大家一開始摺那隻是去不到一個理想的形態的腳, 但是摺得多幾次, 憑經驗就可以了, 好,然後就把裡面那條又再摺出來, 這次又是拿這兩個角落頭來做一個參考的位置, 這樣,這邊又是, 好,這個腳還未完結, 我們又好像上次那個梁龍那樣做腳板位, 屈一屈再上來, 這樣就真的完結, 去到最尾的位置就是一個腳板, 又是屈一屈, 屈一屈, 然後再摺過去, 用那個兩邊角落頭的位置, 好, 這樣, 腳是這樣的, 接著到最後, 最後步驟是暴龍的尾巴, 暴龍的尾巴我們留意, 這裡有條線的,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捏住這個尾巴, 然後按到那個線的位置, 按到那個線的位置, 就把這個凸起的東西連接到大腿的位置, 很厚的位置, 如果開頭摺得不夠實的話, 線去到這裡就比較難做, 連接到那個位置, 用腳來遮遮遮, 這樣, 然後到最後再屈兩下, 這樣就完了, 第一下, 就離臀部近一點也無所謂, 摺進去, 然後又是摺出來, 我們做這個尾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這個技巧, 摺進去再摺出去, 就用兩個角落頭來做這個參考點, 頂住, 通常去到盡, 我們叫做, 然後最後再來一次, 將它摺了再上來, 尾巴就豎起, 這下講解就比較麻煩, 但做的話真的一下過很快, 這個暴龍大致上是這樣的形狀, 兩隻打架, 類似這樣, 以下下來的幾集, 我們都會繼續做不同款式的恐龍, 可能有部分人特別喜歡恐龍, 可以摺出來都幾開心, 接下來的就會更加難,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劍龍、三角龍、翼首龍這些, 可以說摺子之中, 初期來說是一個比較難的作品, 大家有些心理準備, 下次我們繼續做這個恐龍,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